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VivaSound.com 看到我出片上水 表示转坛的大工程要到尾声 有关转坛的细节 稍后我会出片给大家详细解释 今集是家房 今次家房的主角 苹果行 我是由家房去认识他做朋友 他最近这几年 都有很多器材变了很多 所以早派特意约个时间 上去他的发烧斗 看看究竟他现在整套器材的变化是怎样 因为他曾经将所有数码的东西卖光 只是明天交 但近年他又买一套数码 现在数码和模拟两套器材是相收的 请他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这几年里玩音响的心劳历程 去片之前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影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VivaSun.com 我们的YouTube 频道 还有就是赞我们Facebook Follow 我们的IG 有很多幕后花絮 包括我们整盘的东西 KickKart 都可以在那裡看到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去片 苹果行的家房2021 真正烧、发烧、发烧玩都差不多有十多年了 都是喜欢听流行曲 本来听是用AV 机来听 但听好像不太个人 试试两个喇叭厅 方向就转到那边 NAM 的合拼机 Poet 1SC 最后开始有串流的档案 早期叫做 CAS 都听了几年 NAM 了很多年了 从哪一刻开始 我记得你是因为找了黑胶 然后就放了所有数码 因为黑胶的时候 封面很大 我喜欢沉迷门 买一只回来 很漂亮 只看而已 有没有机会可以试试播 那时开始接触了第一套黑胶盘 那时是AVID 接着一听过之后 原来两个世界来的 怎样搞数码都很难接近 在那一刻有一段时期 完全放弃数码 也有七年前 那时黑胶盘是没有那么贵的 没有现在那么疯狂 一百多十元一只 那时很便宜,相对很低还 过了2000 只 不过收下收下收下 没什么位置都不敢乱买 买都是再买一些真品那些 不会太难买 AVID 之后怎样选Brainman 我听东西比较窄的 Canton Pop是主的 他说如果你听这些Canton Pop 不如试试直驱盘 有容易调校 还有听Canton Pop 适合你的风格 就转了现在这个盘 唱臂也是 之前用SME 现在说你听Canton Pop 不如试试单点臂 会开心一点 所以就转了Brainman 系统到现在 最后又买了串流 又为何呢 黑胶听旧的东西会比较多 可以听得多一点 但如果想听新东西 未必黑胶一定长期有新的歌或新的Source 始终都要听一些串流 比较 听一些现代的东西 所以又开始接触到串流 Swimming Deppy E2 那些 All-in-one 什么都有齐 那时也是Oralic 的 Altair 第一代 科技可以去到进步 以及稳定一些 稳定的意思是 图案的档案 制式 和解卖的制式 比较稳定 几年前每间床都有自家制式 令到很混乱 定了方向 这个品牌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 比如PCM 升PCM 但升一倍 比如44.1 我就升88.2 升高几个频培的时候 就会觉得比较粗一点 没有那么自然 还有我们经常说听Fylo 要有 Analog 味 Analog 味 比较重 DX-D 也是 64 升一倍 128 如此类推 我会觉得我自己会听得舒服一点 这些都是一贯的发烧油 我们叫做的病态 玩音响当然是玩前后级 搏喇叭线才要听Hi-Fi 但是经历过ATC 这个品牌之后 整个人改观了 原来不一定是那么传统的东西 才能听到高质素的声效 Active 都能做到想要的东西 剪剪转转都是去Active 容易玩一点 不用烦 因为它已经有电子分音的抗音机在喇叭里面 其实在这个系统上 某程度上可以不用前级 但你都决定要用前级 为何呢 Vega 本身是可以做前级的 都试过用它 不用它 用一部真正的前级 始终都是真正赤前级 分隔度 分析力各方面控制 会比较鸽定 简单点 在这个系统里面发挥最大优点是什么 鸩定 因为我听话 经常被局友说 你过百db 会不会怎样 因为听话我比较喜欢听到埋伸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种同感 因为一大声压一埋伸 如果你前級質素不夠,是不定的 P3 給我的感覺是當我聽大聲音的時候 很淡定,不會鬆鬆散散 小聲又可以,大聲又可以,暫時都很滿意 我見到這裏差不多每一部機 連環境都有 Harmonix 的釘外,和代數 可否說一下你 Harmonix 教聲的經歷呢 其實有很多發燒也有接觸過 Harmonix 品牌 木奈和夫先生 很多人說 Harmonix 很濃的聲音,很難玩 用得太多,沒有自己的機器的過性 某些情況下我認同 因為當我初次接觸的時候 接觸初代比較舊款的 Harmonix 是真的會比較,聲音取向我們籠統一點 是比較濃的聲音 但譬如去到後期,即是這款 808 Z 和這款 909 Z 和這套 0 新一代的 Harmonix 我覺得是沒有以前那麼濃的聲音 新一代的會追求平衡度 和乾淨度和分析力 你開這麼大聲,有沒有被鄰居投訴過 暫時都沒有 通常我聽的習慣是每晚都會聽 每晚定時定後,晚上十點半 逢機逢到十一點半 每晚一個小時 十一點半 是,通常我不小聲聽 暫時慶幸這裏就沒有收過投訴 就算是看電影的,開到啪啪都沒有 鄰居都有問過會不會有些騷擾 又不覺得 都可以 搞了那麼多東西,落了很多心機 十分滿分,你給自己的聲音多少分 暫時我都覺得是八至九分 因為有很多東西都要用時間去微調 機器我不會說玩不好就換 我喜歡玩到最極限時才去考慮換或升級 那未必是機器不夠聲音 可能是你自己發揮不到它 盡量將它的優點找出來 好,謝謝你 好,今集蘋果行的家訪就到此為止 喜歡我們拍片,請按LIKE 未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記得訂閱 訂閱後記得按下頻道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出現大家的時間收到通知 如果大家喜歡看家訪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我看看可否放下了一段時間 之後可以再做多一點家訪給大家欣賞一下 好了,下次的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就是這樣,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